花林一名包姓男子在17岁的时候 因为年少的时候叛逆 离家出走 时隔23年都没有再见到自己的妈妈 结果前年他回到老家 想要找妈妈的身影 却发现已经是人去楼空 当时也有报警来协巡 却迟迟没有下文 就在已经要放弃一丝丝希望的时候 就有民众发现 有一名妇人在洗衣店里 闲况需要被关怀 立刻报警来处理 结果意外的联系上了这位包姓男子 这才让母子两人喜极而泣 再度重逢 包姓男子接获警方通报 立即赶到派出所 看到23年不成见面的妈妈 情绪在这一刻全部溃堤 我还找不到一次 我来住好了 原来这一名包姓男子在17岁的时候 因为年少叛逆离家出走 时隔23年没有再跟家人联系 几度回到老家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结果16号时 因为这一名胡姓妇人在市区 国联二路附近闲晃 带着行李 民众担心他的安危 只好通报远警到场 那本所远警在日前接获到民众报案 在花莲市国联二路附近 有一位精神状况不佳的女子 在该处徘徊 那请求警方协助 那后续发现该名女子 是一名失踪人口 那依规定代反所安置 跟通知其包姓的儿子前来派所带回 警方到场一查资料 发现他两年前就被通报为失踪人口 连续上儿子之后才知道 原来两个人已经有23年没有见面 两人再度重逢 情绪都好激动 追目感人画面 让一旁远警也都忍不住鼻酸 解决的情 华联市报道